哈嘍各位兄弟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老头 i an old man in a new game 欢迎再度回来植物大战 僵尸的中国版啦 我们又回来啦 在这个游戏开始之前呢 我在这边跟各位讲啊 一件好消息跟坏消息啊 呃好消息就是呢 老头终于买到了这个 vip 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唱完月卡的部分哦 那坏消息呢 就是老头呢的记录档消失了 就是不小心 雾山了然后不见了 哎所以说老头呢 花了点时间把重打 打到我们上一集的进度哦 那植物的部分会稍微有一些变动 待会再讲啊 然后呢有些人应该会想说 哎啊这样子我要怎么买啊 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观众呢 有些玩家啊 遇到跟老头一样同样的困扰 哦那我可以在这边教大家啊 如何去处置这个部分啊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啊 我们也是待会再讲 那要怎么处置呢 呃首先老头是去下载 4399的植物大胺僵尸 然后呢进去之后呢 啊你就点这个唱完月卡吗 嘿然后你可以去选择 啊不用说选择了 是你买这个 超级特权卡50人民币 啊就可以享有后面这两项功能 啊基本上我是比较想要这个了 但后面这多余的那就算了 那怎么充值呢 首先呢你充值点进去之后呢 你随便选一个吗 假设说我要买这个10元的 那还会生成一个订单 那这个订单里面会有一个除职方式啊 这除职方式呢 里面有一个选项是4399一卡通啊 各位应该是看不到画面 因为他是跳另外一个视窗出来 啊 4399一卡通啊 这个4399一卡通呢 是可以做除职的动作啊 但是呢他同时有个缺点吗 刚刚我讲吗 而且这个缺点很好笑啊 就是因为他支持的面额是10点 20点30点还是50点 反正呢 他支持的面额一定要整数 你才可以使用 所以说老头看到这种49元的 有没有拍拍摄 你你没当被啊 抱歉你不能买 你没办法买 因为4399一卡通 不支持这个面额 不支持49元面额 除非他卖50元 你才有办法用一卡通去买 然后就变很好笑 有些我看的到吃不到 你知道吗 像是这个现实礼包 哦 49元好想买 拜托 厂商补个一块钱给我好不好 你补个一块钱我就可以买了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只能真的是很尴尬啊 有一些想买的有没有 就变成不能买 哦 像这个整数10元 我用那个1010元的一卡通 哦 我就可以买了 活动内容选定6颗 心仪的植物 进入福袋 开福袋后 必得一个橙色植物 一个紫色植物 简单来讲呢 就是必得一个橙色跟紫色 然后你可以选择 哦 我又选7个 那基本上呢 我没有钱 不是没有钱 我没办法买 所以说呢 我就算了吧 老板 你可不可以再补个5元变成50元 这样子我就可以买了 你知道吗 啊 可不可以体谅一下补个5块钱 啊 你们有听过头一次还叫老板加钱 然后你再买的 啊 现在就有了 老板拜托加钱加5块人民币 好不好拜托求你了 啊 这样我就可以买刚刚那个杆跟礼包 好吧 那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我们就直接进行下一关好了 今天看可不可以 打到boss战吧 啊 这个boss战 第13关吧 ok let's go 哎 啊植物的部分 待会给你们看哦 就是老头重玩之后 获得新植物哦 来看一下 哦 各位应该有看到上面这一艘船吧 这个 这个叫做 啊 这个叫做 这是满豆吗 啊 什么什么突击队的 这个还蛮好用的哦 他把他放上去之后的 你会看到这上面三颗豆子呢 往前飞 然后开始乱速攻击 伤害其实不错啦 啊缺点的话就是 他必须 等cd 哎 就是射完之后 回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需要等cd 不能马上使用 而且他是自动的 你不用点他这样子 然后呢 还获得了这一个 我看一下这个在哪里 这个我直接点这边啊 这个 啊 连小棚 哎 这个话呢 其实有点类似像阿开木木的感觉 然后他会发发射 他会发 他会爆炸 可是这个爆炸伤害好像没有波及到上下牌的样子 所以说其实简单来讲他就是有点像阿开木木的翻版 哎 伤害的话我看不出来 因为毕竟他这边没有写数字啊 所以看不出来 然后再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我抽到的 这个是我无聊去开那个宝藏 然后抽一下 哎 中了 啊 还蛮好用的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植物的吧 这我就不多说多多多做说明了 好吧 好啦 这就是我从完之后所获得的植物 啊 这个植物是任务给的啊 所以这是不用讲的 好吧 直接开始吧 说明给你们看一下我换到这两个植物 啊 他们的威力 然后让我可以开加速好爽哦 我可以开加速了你看这个速度就是特别快 虽然有时候会来不及但是呢 我觉得可以啊这个拿炸弹的僵尸怎样 被冰住之后掉到地上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的 他的克制方式就是把冰住哦 然后放一下 然后会爆炸的 但是这个爆炸伤害我是真的不晓得他是 有没有扩散攻击啊 感觉不太出来就是了 哎 我尽可能快速一点 啊 那虽然他会自动减阳光跟那个能量斗啊 但是我还是会习惯性的 手动去减啊 因为他毕竟不会 不会这么快的去把他减起来 他会隔一段时间 他是会隔一段时间的 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手动 除非是真的来不及减 他那个阳光降落到一半 他就对我自己弹起来这样子 挺方便的就是了 这算是一个不错的辅助啊 哎 如果你不想克金啊 我觉得 这个五十元克维克是可以的啊 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啊 然后看我放这个 有没有 他会随机乱打 有没有随机乱打不错吧 可是觉得他这个随机乱打不错了 哦 那满了满了我们再放 给他吃能量斗之后 他有一次丢出五五只出来 哎 好像不止五只 哎 好像不止五只的样子 哎 哈哈哈哈 六只的样子吧 然后打完回来 哦 但是他这个会持续哦 就是经过一阵子之后才会消失 那个能量斗的效果 会经过一阵子 还蛮猛的就是了 然后那个 那个彭小莲呢 呃 联小彭呢 他吃了能量斗之后是 丢一颗很像 飞蛋的东西吧 但是伤害也是看不太出来啊 感觉不出他的威力性 就就就觉得还是那个突击队比较强 ok 下一关 探测已检测到时空黑洞正在行程 这是玩什么 建立防线抵御僵尸入侵 不要失去任何推车 我们后面没有推车啊 哇这火把将是好多哦 嗯 给我三千块布置哦 滚他的输了就重来就好了 冲啊 哇 你看冰瓜直接把他们灭火什么东西 哦 时间 时间一到黑洞吸一下这样子啊 那我是不是要放这个 哎 等一下他这个时候避免黑洞 那我是不是要把他放在这里啊 避免被吸取过去啊 避免被吸取过去啊 好像是这样 那我这是摆错了 啊我没有钱 哈哈哈哈 他等一下应该要再吸一次 啊 哇我们这组伤害好高哦 他们根本来不及过来就死了 嗯 哎真的呢 这是真的需要放这个才有办法避免 不过没关系啊 哎呀 啊依照这个状况来看我们应该快赢 啊 帮忙射帮忙射 这上面也来一头 没关系你就尽量吸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很多扣打可以撑 直接来了不用等了啊 哦很凶很凶很凶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结束了第九天 拜拜 有加速就是赞 第十关还蛮一般的 我是不是可以拿菜问了啊 我来看一下 我可以带我可以拿菜问出来一接 这上面是写二接 哦一百三可以领二接啊 原来如此 我们现在才三十 哈哈哈哈 啊要等好久哦 等好久才二接呢 管他了第十关 嗯 我好像看到小鬼僵尸了 哎是我看错吗 好果然是我看错了 那这个应该是没有黑洞吧 没有黑洞我就不要带这个 像日葵要带啊 可以老样子 我就不改了 就这样打吧 打吧其实都差不多啊 来了集春冰瓜吗 那个敲锣打鼓是什么东西 哇 怎么感觉有点母汤啊 来放一下 夭壽雷 谁准你们敲锣打鼓了 哈哈哈哈一直敲 啊他也没说那个 僵尸敲锣打鼓会有什么效果啊 又马没讲 还好我们还是撑得住啊 还是可以的啦 没问题啦 两百五的放 妥了妥了 过关啊 耶太简单了哈哈哈哈 没办法 谁叫我 花了五十块呢 哈哈哈哈 不过这只是一般模式啊 听很多观众讲说 哇后面会超难 即便你有这些植物 你也是被打包 好没关系 我会等的 等着他们打包我的那一天起 好吧 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行不行 我就等了 利用传送带啊 好这个话就不能自己配了 气功僵尸 又要被吸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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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被吸吸被吸吸 所以我太早了 积基斯米达 嘟嘟嘟嘟嘟嘟 喀 屁還噴不死這是什麼 我 那是什麼東西 補血的 好像是補血的 居然嗎 居然嗎 還噴不死 哈哈哈哈哈哈 幹 要死我 我要死我 哦他會幫九宮格補血哦 哇哦 呃 沒死 居然是九宮格補血的部分啊 這怎樣他怎麼哭哭臉了 是快死了就哭哭臉是不是 哦喂喂 幹什麼幹什麼 哇這快死會哭哭臉哎 哎呦哎呦 我都亂白一通了啦 嘿嘿嘿嘿 剎 剎 哇這個補血好會補哦 我的天啊 超級會補 秒吃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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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不 我以為他爆炸了 沒事了 點點點 有就點 勺死你 哦有一波又一波 害怕害怕 點好點滿 哎呦哎呦 這個太硬了 這個太硬了 快點快快 葫蘆快點 葫蘆 葫蘆 爭氣點 葫蘆 呵呵呵呵呵 葫蘆噴起來啊 我差點別吃啊 果果安 第十一關結束 欸還有一個啊 死內 哇這個會補血好猛啊 哇好短啊 哇這也太短了吧 可不可以蓄快一點啊 哈嘍 唰 有了 過關 這一關挺刺激的 緊張緊張 氣客氣客 硬丟硬丟 第十二 來來來來 速度哈 前面那些其實真的可以不用管他 對 就會這樣子猴哥 猴哥很棒 猴哥不說猴哥很棒 那猴哥的傷害真的是 驚為天人 大吃一驚 精精有味 呵呵呵呵呵呵呵 好精好精 我都震驚 震起來 這樣子好打多了 我說超好打的 有沒有感覺到 增低好打 我頭 好用啊這個 更不用什麼葫蘆好不好 啊 有這些東西都夠了 不用葫蘆了 真的 吸屁哦 你這吸屁吸哦 很愛吸耶 陳冠西是不是 那邊 好嗎這裏 啊該不會過了吧 腦娜棒棒 靠一下 哎我好奇耶 給他吸這個會怎樣 他吃他吃能量都沒發生任何事情啊 what the hell 多長一隻啊 能量到吃下去多生一個蘿蔔出來 是這樣嗎 真的太奇怪了吧 我還以為他會來一個什麼以羅克剛之類的戰術之類 沒有 就多生一個白蘿蔔 笑死 居然嗎 那 算了 我要打第13關尻網了 這算中頭目嗎 哇 我們後面還有一段路要走啊 我來 我還在好困難模式耶 我想這個困難模式我應該打到 哇這什麼 啊 這不是有觀眾說什麼18同仁嗎 這該不會就是這18同仁吧 what the 有沒有錯 哇怎麼辦 那趁他趁他趁他裂的之前 趕快把拉基斯 弄掉是不是啊 啊 發生啥事 我現在是放慢速度在打拉 我不敢 太快 這18同仁快要生出來 我不明白 出來了 超猛18同仁出現了 哈哈哈哈 最最重他們還是會出來啊 而且他沒有血量 哇 這關在玩什麼 看沒有哎 我念佛經念佛經 吃災念佛 可以可以把他吸回去啊 天啊 這邊怎麼感覺我好累格哦 是我錯覺嗎 我感覺我超累格的 哇 這邊地方失手了 哈哈哈哈 他知道放一下了 這個不放不行吧 過關了 哈哈哈哈 還有一波 哎 沒有了 結束了 18同仁掛掉就贏了 他這邊就是基本上呢 你戰力火力不足有沒有 他就是逼你要用 啊 戰術黃瓜 哎 不要用也是可以啊 啊 莫名其妙這樣過 也感覺有點可恥 但很有用 雖然很可恥 但是 卻很有用 不好意思的各位 哥可恥了一下 啊 我不想努力的阿姨 我就只想要戰術黃瓜 可不可以 阿姨 我不想努力了 我要戰術黃瓜了 就這樣子結束了 好吧 我們第13關過了 我們之後有空來挑戰 困難看看好了 不過在那之前可能 我要先把那些植物練起來哦 對啊 因為他他那個他那個第13關他的特殊關卡 好像只能用那個疊起來的那個碗豆嗎對不對 那個等級練高一點可能會比較強 對啊 就 火炬跟碗豆嗎 然後其他都一直給那個 一直給那個白蘿蔔 根本沒有用啊 那白蘿蔔放在那裡 又不能用 頂多只能擋而已啊 就比較不好打 那等級還是勢必還是要的啊 好吧 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植物大戰 殭屍二 啊中國版 下一集再見 拜拜 了